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啤梨晚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 主持啤梨林康正 和你分析时事 狂追猛打 昨天又在香港打架球 我就不报道了 因为我没什么兴趣 也经常会有人觉得 你打架球给你打架球 我常常说要搞赌球 其实赌球是否帮了香港的职业足球 我完全不知道 但是一定会帮到一些 但是打架球和赌球有没有关系 你说不是 赌你老鼠 有人说要打架球 找人赌球 反正香港也搞了 赌球赌球 你就继续抓人 外围也吸不到 还有 我买中楼 其实有很多人都知道赌钱 骗扣人 买到股票也是 有人说我买中 他的结果就可以了 即使你感受香港的外围 为什么会这么多人打架球 因为连大陆的人都赌香港球 其实最主要是大陆 因为香港的股票太小 最主要是大陆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续球搞不起 那些球员 稳感的收入 你不要跟我说 那些气质 那些东西 你真是没办法 为什么人们这么喜欢赌香港的东西 甚至是容易操控的 他低造别 就是容易操控的 人工低 容易操控的 老实说 他那些 乙竹路 拿十匹八匹出来 可以製造多个赛果 所以他就是用水的 赔率来引你那些 老婆 人家有数捷 你英超那些 是不是不能做假 是不是很难 而且人家未必容易跟你做假 为什么呢 我原来最低工资都一匹 一个星期 一万磅 最低工资行销 我就未必肯制 你收到我的成本都高 为什么呢 我失败了 停载三年五年 大蓝莫 还有什么时候拉起来 他的骑士 如果这样就会拉 喂 廉基 文体旅局 也是杨龙那个 发表声明 绝不容忍打架球 我依要求捉总邀请廉署 檢视国级联储安排等等 我觉得你一定是这样 一定要发这些声明 但是其实 你真是有诚意的 你民体局 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有权 其实是否可以 香港奥委会 竹总 那些不同 那些是你的责任 你管的 去促成他们 你未必有权去干预他们内部 去促成他们 是不是可以搞好一些 架构 搞好一些的联債呢 喂 你这些声明 真是废话到不得了 那是不能容忍的 你问我 你问我都不能容忍 那怎么办 我继续有 难道你说 官邻加加球 你就废话 好了 鄧麗恩 在微博上发声明 他说过去有心的人士 过度解读他的采访 刻意扭曲他的社交媒体的发言 令他非常难过 他说不希望有人利用这些言论 再伤害其他人 或者通过质疑他对中国香港的认同 以及只虚乌有 灭造他的政治立场 炒作话题 而在网上过度解读 拼貼新闻等产生不实报道更加是无稽之谈 去保留法律追究杀入权利 最主要是因为他有一套生气叫做《没待储量》 拍了几年了 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就叫做播出 終于解冻了 在播出的时候竟然 捉及了一个 不是大陆 是香港的亲建制人士 我是香港警署 大家知道是谁 真的不知道 在微博发文 说邓丽因曾经高调支持暴动 又拍戏 还可以在地上 於是反炒 在2020年初 完成ViuTV电视剧拍摄的时候 在iZERO發文 说 这么高兴 因为今天杀警 杀是杀科就是最后一天的杀 警是警式的警 你问我公道地说 你猜邓丽因的杀警 是不是有些暗語 我不想影响他 但是说我的解读 一定有 如果不是 杀警这个字 就是杀科的杀 警式的警 根本不是我们日常的语言 他一定是语大相关 多少有 但是 他不说警署 我也不知道 是什么引誘过 这些表态 而这些表态 是不是这么重要呢 如果今次 可以上影 有人去质疑他 于是他出了声明 有人说 原来他要上剧 所以他出了声明 是因为他出了声明 所以才能上剧 似乎本末 大家就搞清楚了 因为 不知为什么 總之现在就播 解痛就好 现在就播 在播之前 就是别人同意一播 在大陆 是没有这件事的 但是被香港警署發現了 於是否搞錯 都可以上去拍康告 於是否搞錯 都可以上去拍康告 於是否 你不弄起這件事 好地地 於是否 鄧麗欣 當然是要保護他的事業 在微博上發言 亦都說 是擁戴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這就叫做表態 首先我看到 我沒有怎麼看 香港的網友有什麼反應 你知道他們很大反應 對於這些 有七八成的表 有兩三成熱中流程 我真的想這麼說 近日這些情況 非常多 特別是台灣藝人 我最討厭的 台獨有 賴清德總統 就是現在的 中國台灣區領導人 我們最政治正確的說法 台灣產領導人 馬英九也是前台灣產領導人 就說大家體諒 要明白他們在賺錢 賺錢 賺錢就不是很大的 但是 大家對五月天就來 近日 連環發生這些事 當然 如果這樣就賺少一些 這些人我要拍手掌 我一意貫 但是如果 喂 味道賺少一些 對吧 或者有很多其他的因由 我們不知道 其實 我覺得 你也沒有辦法 你真的要有些空襟 你五月天那些 計算了 他說什麼說話 不說 其實都是在人民幣角度出發的 我要賺這筆錢 平常不說 平常得罪台灣的粉絲 就是這樣 但是你Staffy 他這件事 我當然好像 他這幾年 自從日大 有一些電影 你也知道 找早些人拍 每天都把鏡頭切掉 是 否則這部電影 不用上了 是嗎 甚至簽約的時候 你不要做一些 說一些影響到 我們公司利益的說話 否則我們可以向你追到賠償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基於這樣的原因 即是他害怕到 現在鄧麗欽 要不要拆回這些 所謂的歷史 要拆回這些 這些鐵文 如果這部電影 現在由上映 變成上映 不行 我還控告到你所 不要讓他控告我 馬上控告我 我們去想 無謂想那麼多 我也是講一句 有時候 你不要太離譜的話 有時候真的沒有辦法 說他容易 有時候你減了上去 不論到你不說 還有我想說 當然你說 你屌你 誰你又屌 不要說談明論 那些 就是那個什麼 梁敬輝 真的有不同 梁敬輝那些 真的有不同 老實說 我告訴你 你知不知道我評顧李子豪 我評顧李國 我不管他們是藍還是黃 其實 我有些悲哀 我替他們 但是又怎樣 你說 喂 你用不需要吃 都說了 你不去找這口飯的 我拍手掌 找這口飯的 你不要太噁心 有時候也沒有辦法 你不要太噁心 你只好說不要聽 五月天 你平時怎麼會說這些 就在這個時候 他就特意和你賺人民幣 因為我要做演唱母音 八點全部都有人民幣 當然你要這樣 又或者當然 連五月天都可能 喂 我不知道 製作人 經理人 又或者製作公司 很多東西 你真的不知道 只能夠 我用賴清德台灣領導人的說法 大家體諒一下 但是是不是悲哀 是悲哀的 是悲哀的 我不知道他今次 會不會再選擇 那口飯 這口飯也是難吃的 而且他在上面也不紅 其實不紅的 在香港這幾年 就因為人們覺得 你什麼就反而紅 我就不用看多一點 我只有一件事 他年輕的時候 譬如說 那個狗餅出來的時候 他其實也不能用我的眼 靚妹一整班靚妹 反而那個 我認為最靚屋 是現在後來的 富榮 我覺得他最靚的 那時候 我覺得他最靚的 但是現在 Staffy真的是 嘩 你老母 Staffy已經40歲以上 40歲以上 她應該加進我們昨天的 list 不要說那麼多 各位網友 Staffy當然正 現在不要說那麼多 各位網友 我跟著有一個女人給大家看 有些年紀 又不喜歡 不是 也不是很棒 純粹問 他是不是 Eatable 大家看看 看完照片再說 OK 就這樣看 嘩 長腿 OK 正不正 見人見智 又帶著阿克超 再看 另一張 嘩 沒有什麼老身的 瘦 其實沒有老身 但是這個 是不是 飲不飲得下 就是飲不飲得下 飲不飲不飲 飲就飲 不飲就飲 不飲就飲 純粹是飲 當然 前提 凡生 這些女人 她一定要沒有性病 沒有愛知 沒有體臭 因為那些都可以形成你不飲 是吧 譬如你吵一吵一吵 我一吵一吵一吵 不用吵一吵一吵 她的手 啊啊啊啊 原來是臭壺 你也受不了 一吵風球 一致 大家都是Aat的 女人也是Aat的 沒有老身 這就是社會實驗 社會實驗 各位網友 吵二的多鯠魚 老實說 男人真的很容易 現在不是叫你和他做人生小 或者是否想Aat 想Aat和Aat得下 是兩件事 再說一次 是呀 這個河馬你也不Aat 先回來 那他真的不能Aat 他真的Aat不下 現在網上 有一張說 他二十幾年前 二十二歲 做小職的照片 當然是他 那張真正 如果那個當然是你照Aat 是呀 在那時候的河馬 那時候不是河馬 那時候你不能Aat 你說不是 他曾經這麼正 現在Aat不能Aat就後華 他老人土在 你也和可霸打機了 一萬五次 喂 不要說那些債氣 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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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 我老人打完Cannon 都成群沒有人才 那怎麼Aat 各位網友 剛才那個女人 就是著名華雲女設計師 黃眉美 We are 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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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who are we are we were our we are we 最有名叫幫孫毅僧設計分室 冇酸 但是保養極佳 今年是74歲 這個就是我想說的 人都沒有變 但她是74歲 我想問大家 究竟年齡是否 是否也是一個決定性 剛才我看上去說是74歲 如果我知道他74歲 我就不能下 我超老 你不知道他74歲也能下 大家這麼說 林青霞也下了9歲 其實林青霞 我會下的 因為為什麼呢 常心軟 但是林青霞你會覺得他能夠成就 可能是否因為他瘦呢 他真是散 各位 現在大家知道他 E的朋友不用回答 如果是1的朋友 如果你知道 黃薇薇是74歲 你知道你女兒 74歲 你 Eat 還是不Eat 你可以再給答案 看得很滑 但是你又可以這樣 哇 你怎麼出14歲的 驅峰啊 有很多個驅峰遊啊 Eat 也可以的 Eat 一就Eat 我們先看看 RFK者說不Eat 怎麼會不可能 74歲你吃過沒有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是呀 64歲也沒有 74歲 現在有很多意義啊 只是回答之前1的 之前1 立刻變成2 也有1的 好 沒事 都不是用的 我喜歡這些 其實我覺得 很多時候這個看真人的 是 但是你跟他打卡 那些打打打下 絕了牌的牌的牙齒出來 如果他說 我都差了幾下 你給我什麼啦 開心一下 是的 或者是把牌的牙齒跟你合作 會舒服的 沒有東西 不斷把牙肉來撕開你 可能很正 那麼 74歲 沒有想就奇怪了 另外 我想說一下 這個活動 大家要搞清楚 之前的《河北彩花》 日文一樣讀法 他其實是新的代誓班人 日本AV 他在6月2日 星期日 他會來到香港 首度跟粉絲見面 活動是用Our Wedding做主題 入場的粉絲 自己去找怎樣入場 可以跟河北彩家 進行多游戲和互動環節 贏了VIP 還可以當晚跟河北彩家 共進晚宴 近距離跟女神用餐交流 享受老公視覺 我不特別介紹這個河北彩家 大家記住在這個Our Wedding 你們上網去搜尋一下 看看在哪裏 我不在那裏做廣告 我們這些很資訊性的 他除了 他中間引退過 當然又回復 他去年參演過 《買TV 說法劇集 東京愛情動作故事》 Will TV的旅遊節目 《沖繩任你點》都有份 其實現在的AV旅遊 很多時候都是多元化發展的 就不要戴有色眼鏡 我們又看看 河北彩家 你知不知道哪個河北彩家 他有問題是波子不夠大 你看他的樣子 真是好看 有些牙具很有趣 還有IU的樣子 是老身來說就一般 夠白 但是夠白 老實說 我不是想你不戴 你說不戴的 就糟糕了 你這麼虛偽 真是浪費 你不想戴 OK 好 休息一陣 我們呢 厲害了 本來我們應該做 在第四節做這個 現在是第三節做 就是為什麼呢 就是我們會 demonstrate 我們那一部 就是 也都是我即將 dare你頻道 會offer一個 很 優惠的 body check 給大家 怎樣做呢 稍後回來 這樣 來吧 不要 很 好 那 我 我 那 你 那